字幕 李宗盛 2. 完整 这个 怎么样才算是一个良好的模板工程该有的标准 但是其实现在考试越来越火了 它大部分都会问你说 你应该去检验什么东西 然后他失败的地方会是在哪里 大概都是從這個負面表列 所以就是模板工程這個考題呢 其實大家要注意到就是模板跟什麼有關 模板其實不只是跟這個 就是說在做混凝土成型的時候有關 模板其實它也跟這個安全 安全有關 就是所以就是說上次我們有提到所謂的丁類 丁類危險場所 它的這個模板它有一些模板比較需要特殊性的規格 那個模板支撐非常的高 或者是說支撐很高的面積佔總樓地板面積百分之幾 那這個算是一種就是模板需要注意的地方 好那那個模板的規格 好就是說模板因檢驗的項目二十頁上面有講什麼 其實就是說如果說各位將來有機會到工地 你去工地上看 好那你模板你需要看什麼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你需要看規格 好就是模板它的這個尺寸啊它的規格 還有是什麼呢還有就是說它的這個來源啊其實規格包含什麼呢 規格除了這種尺寸之外 它其實也包含這個來源 就是有的模板呢它可以它要求要新的模 有的模板它可能不用要求新的模板 這個都都是不一樣的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就是說它的位置高層 好然後再來位置跟高層 它的位置啊到底有沒有弄有沒有做對 然後還有什麼呢 它的這個第三個還有很重要的就是支撐 好那這個支撐呢其實一般的工地的工人 大概都依照他們的經驗知道這個支撐該有多少 我們現在的模板 大部分如果說今天你是這個主要承攬的這個賈吉營造廠 通常他們都會把這個模板工程委託給其他的專業的廠商 好模板工程基本上現在都是有一些專業的廠商在去做 不一定是說承攬工程的那個營造廠 所以說就是如果各位將來考上這個公務人員 你有機會到工地去看的時候 比方說這個廠商 你可能跟你簽約的廠商可能叫A廠商 那但是你知道工地的時候呢 你會看到很多人穿不一樣的背心啊 有的人穿B廠商的背心或是C廠商的背心 好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其實一個工程它可能是什麼呢 它可能是一個A廠商作為主體 然後它分包 分包給相當多的這個廠商 分包給BCD嘛 那這個可能是主要的那個承造人嘛 好那它可能呢 它這個就接模板啊 好它可能就接模板了 對不起 對不起 寫一下 那這個呢 搞不好它可能就接鋼筋啊 好啊 有的專業點 它有的還分鋼購的啊 都有啊 好 那甚至 有的 有的還有什麼 還有清潔的 勞務的那種都有啊 清潔的 好 還有一些什麼水電的啊 好水電 它有時候它會分包出去 好 那所以 事實上就是說 這個 模板呢 它為什麼之所以危險 是因為 其實它可能是 眾多分包廠商的其中一環 好那 事實上 主要的承造廠商這一塊呢 它要 它主要的人力 是要管理這些分包廠商啊 好 那 如果說它同時工程 全部在進行的時候 它可能顧這個顧這個顧這個 它可能不見得會顧到這個 那沒有看到一些問題 等到這個發生敗模 或者是模板倒塌 那就 事情相當嚴重 好 那所以就是說 模板其實有一個東西很重要 叫做支撐 好 因為 它模板大家都知道 是為了要承載什麼 就是 膠質混凝土的重量 那這個膠質混凝土的過程中 因為它是怎樣呢 它是載重一直加重的 好 那它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 那重量一直重 那如果說你支撐沒有做好 會發生什麼事 那模板就倒塌嘛 所以說通常支撐 除了 就是說這個 看一下支撐有沒有歪斜 看支撐有沒有做好 那同時也需要注意什麼呢 同時也就是說通常會有 會有這個計師 就是說 如果說比較特別一點 那計師它也會出這個什麼計算書 好 這上次應該有跟大家稍微提過一下 就是計師它會出計算書 好 那再來第四個是什麼呢 第四個就是說 這個模板其實也很重要 就是它不要漏漿 所以跟什麼有關 跟緊密度有關 跟緊密度有關 OK 那如果說模板跟模板之間 它 假如說緊密度不夠 它 它 它這個漿 就從中間這樣子那邊漏出來 就從中間那邊漏出來 跑出來 這樣子的話就怎樣 這樣子你怎麼灌怎麼灌都灌不滿 或者是說你怎麼灌怎麼灌 到時候 你灌漿 一直從這裡跑出來 那到時候 你一拆模的時候 它自己的表面會怎樣 就會變得這樣的不平整 好 然後再來第五個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我們講 我幫大家整理的是說 要有一個水準標記 這個也很重要 好就是 水準標記 那這個水準標記是什麼意思呢 呃 舉個例子來講 如果說我們這是模板好了 簡單畫一個 如果說這是模板 那通常怎麼樣呢 比方說混凝土需要灌到這邊對不對 等到混凝土需要灌這麼滿 好了 假如說混凝土需要灌這麼高 那它可能在這裡就會做什麼 做記號 它在這裡會做記號 所以當你這個混凝土 我們剛剛混凝土用這個黃色的 當這個黃色的混凝土一灌進來的時候 你一直在那邊灌灌灌灌 然後最後呢 怎樣 長高長高 好 我是說那個混凝土的那個水位長高的時候 欸長到這裡 粉紅色的界線的時候 會怎樣 就是它就 停止了 就可以通通停止了 好 那這樣子就不會灌了太多 好 那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下面有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 第六第七啊 其實這個我就不用寫了 因為講義上都有 就是 模板面的這個處理情形啦 如果說你這個板面 假如說這個板面上面有什麼東西 有異物 那你灌漿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說 這個 到時候就會凹個洞 或者是說 有一些不平整的情況 然後模板面的捷徑 這個也是很重要 那一般 敗模的情形是在於什麼呢 敗模其實這個蠻嚴重的 敗模就是支撐不當啦 震動啦 或是 細部接合的疏忽 好 那這些供各位參考 那我要再提醒大家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翻到二十二頁 跟二十三頁 因為上次下課比較急 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我們模板 除了阻力的時候 需要注意相關的規範之外 呃 拆模的時候 也是需要相當的注意 那 那 考試它有可能會考什麼呢 考試它有可能就會考說 第一個考你什麼 拆模時間 好 第二個考什麼呢 就是 拆模 它應該有注意的規範跟原則 那其實我從這個結構混凝土施工規範 老師有再出來給大家做參考 你看一下4.7 4.7提什麼 如果說 考試它就叫你說 請說明 拆模時 相關應注意事項 它可能就是考這個 那 這個時候 你要這一題要怎麼樣拿高分 其實一般來講 大部分都有基本觀念 拆模不能太早拆 要拆模的時候呢 就是要注意這個要注意那個 但是 就是說你答的時候呢 第一個 你可以寫什麼呢 拆模 第一個是 因為這些考試委員 很多是什麼 很多是學者 所以他們特別重視什麼 他們特別重視學術 理論或者是 我們講理論跟食物的交界點是什麼 是規範對不對 所以依照什麼什麼什麼規範 那 我們這個 拆模的規範是在哪裡 22頁寫什麼 結構混凝土施工規範 就是 這個時候就是大家可以稍微記一下 就是結構混凝土 結構混凝土施工規範 如果說 你把這一條 你把這個東西引出來 我跟你講 至少 就搞不好就有三分四分了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都直接寫說 這個應該怎樣 但是如果你把這個寫出來 你是有所本有所根據 那第一個是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說 大家參考一下4.7.1 如果你要拿高分 你就是把這個法規規範 甚至連條都背進去 但是我不鼓勵大家 背條文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才上第二堂課 你就背一個條文 那以後後面 我們今天主要是要講這個 鋼筋混凝土 這個當節 那如果說你什麼都要背 你一大堆混凝土 還有那個設計規範 這個還是施工規範 到時候還有設計規範 然後又有耐正設計規範 你那個全部都要背嗎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只需要記什麼 大項的 大項的這個法規 或者是規範的名稱 這樣子就夠了 那它這個4.7.1規範什麼呢 就是說 它第一個 拆除怎樣呢 你記幾個關鍵 第一個是 應該按計畫 按計畫進行 然後按計畫 計畫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不治怎麼樣 然後不治怎樣呢 好 不治混凝土怎樣 不治強度不足 它使混凝土結構受損 好 或者是 好 那其實事實上 好 跟大家講 就是機關鍵值就夠了 拆模就是 應該要按照什麼的 你提給什麼 你提給這個主辦機關 後日你提給 建造工程師 好 核准的計畫 好 就是我們有模板工程 施工計畫書 好 那按這個計畫 好 核定的計畫去執行 然後這個計畫的目標是什麼呢 不治強度不足 那 那什麼叫做 什麼的強度不足 當然是 但是混凝土嘛 好 那所以說大家只要記這幾個字 計畫 按計畫 好 不要強度不足 以至於受損 好以至於受損就 壞一個線頭受損 好那 那這樣子是不是大家會覺得很好記這樣子 然後再來呢 22頁的那個 4.7.5 那 我覺得大家也可以去這個 看一下 等一下我看一下 4.7.4啊 其實就是教大家記關鍵字就好了 4.7.4的關鍵字是什麼呢 就是 它拆除 就是說拆除不承受 好 混凝土重量的柱啊 牆啊 涼啊 好 好 側膜是不得損傷 好 所以說就是 像這種 這個可能是底板的 底板的 這可能是底板的 好 什麼意思 就是可能 在這個下面 下面的這一塊 底板 然後這邊呢 這個是側膜的 側 側板 OK 那這個底板就是說 你因為要承受 強 承受嘛 所以不能強度不足 那假如說側膜的話是怎樣 側膜的話叫做不得損傷 大家有貼過沙龍巴士 大家有貼過沙龍巴士 或者是貼膠帶在身上的經驗嗎 那假如說你怎樣 很快的撕開來 你會怎樣 很痛 很痛 那你搞不好撕得很大力 你會覺得有表皮損傷的感覺 就是 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你 你在拆膜的時候你要 怎樣 你要小心一點 好 你損傷怎麼辦 損傷也不是不能處理啦 損傷就是在做修補嘛 但是你何必花那個二次工呢 你就是 拆膜的時候把它 保持它的完整性 保持它的平整性 好 像那個什麼 看過最 最這個平整的 其實就是 像那個所謂的那個什麼 清水混凝土 那個那個真的是 非常的漂亮 好 那還有一個4.7.5 我講這個條文 大家不要去背那個條文 那個只是 只是我舉給大家方便 大家知道 我老師現在在講哪裡 那4.7.5的話 就是 講說什麼呢 就是 模板跟支撐 其拆除需依照那個什麼規定 去拆膜強度 精進到合格的規定的時間去 拆膜 這是 這個這個在說什麼 這個其實 很簡單 這個意思是說 你在拆除的時候 你所需要的強度 拆除時 拆除時 把罪字拿掉好了 直接寫 就是check check拆除時 好 就check拆除時候的混凝土強度嘛 那這個混凝土強度呢 基本上是什麼 是需要經過什麼 需要經過結構分析的 然後呢 規範這裡寫的很有趣啊 你去注意一下 好 就是 它那個養護 好 強度不得低於什麼 設計的規定能 70% 這樣子去記 好 那其實這樣子 你就大概知道 就是拆模的基本原則 那後面還有什麼呢 時間表 好 那我問一下大家 就是 這個時間表 表4.7.1啊 好 好 那這個 怎麼記 這個 其實 我跟大家講 一般來講 大家都是講說什麼 大家講的就是說 大概7天啊 大概14天拆模啊 那其實 呃 7天跟14天 是從這裡出來的 可是什麼時候是14天 什麼時候7天 你去注意一下 就是說 就是說 這個7天跟14天 然後有的還有21天 那 這個 通常是這樣子 就是說 你去看一下 裡面有一個項目 叫做這個 單項板 進垮度大於6公尺 然後還有拱模 拱模其實還有那個 進垮度 大於6公尺 的這個部分 其實建議大家 就是 你就是可以去記什麼 既需要 最久時間拆除的 好 然後還有呢 記一個什麼 最短時間 拆除的 好 那舉個例子來講 如果說 住 墻 量 量之不做 支撐 側模 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它側模 其實我這裡寫側板 都一樣的意思 就是它 這個邊邊不承受重量 這個底板才會承受什麼 混凝土的重量 那這個側板呢 最快可以 怎麼說拆模 側板最快可以12小時 那方便你去記的話 在這裡寫12小時 OK 那再來呢 就是說其實還有一個點 就是 如果說是拱模 其實事實上 老師上次有講 這個模板工程現在大部分都會做拱 大家都會稍微有一點浴拱 那浴拱是為了什麼 浴拱就是 你本來是 我們印象中就是 柔板這個都是直的嘛 但是你在做模板的時候 你稍微把它浴拱一下 就是稍微有一點弧度嘛 那你到時候這個 混凝土那邊加下來的時候會怎樣 好 加下來的時候它就被壓平了嘛 好到時候就是平了嘛 其實就是這樣子啦 其實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那你浴拱的話呢 因為怎樣 就是 當混凝土交織在上面的時候 它是怎樣 慢慢的 在這個過程當中 它是讓這個載重慢慢的分佈 以及慢慢的讓這個 這個穩定 好所以 其實 你拆模的時間呢 就需要 就需要稍微 久一點 好就是這樣 所以拱模呢 它有分什麼呢 14天跟7天 好那 這個 底模的部分 大家去看一下 好就是說 如果說 這個 進化度比較大 好 進化度比較大 那就是有什麼 那就是需要 一個是14天 一個21天 那我先問一下大家 它這個14天跟21天的差別是什麼 14天跟21天的差別 好14天是火載重大於進載重 然後還有一個火載重不大於進載重 我問一下就是所有的這個 呃 樓板在施工好之後 上面會有什麼載重 就是這個部分 稍微再花一點時間說明一下 齁 就是我們結構學有上 上過的齁 就是一般來講這個 我們會有一個載重叫做進載重 我們會有一個載重叫做進載重 我們把它稱為低啦 進載重 然後還有另外一種載重叫做火載重 還是說如果進載重大於火載重 這一個結構比較需要保護 大家先想想看 好 我們是指著什麼呢 是指著模板工程跟混淆圖交接這段時間 哪一個東西是比較需要穩定的 第一個我先問大家齁 就是這個 呃 在施工的時候 進載重是什麼 進載重其實就是樓板跟混凝土本身的重量 好 第一其實 就是混凝土自重 那L是什麼呢 L跟大家講一下L是什麼 L其實 它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施工的機具 還有施工的人員在那裡走動 所以它其實叫做 又叫做施工載重 這個時候 腳底是蓋一個大樓 其實或是你是蓋一個橋樑 其實事實上這都還沒有車子通行 然後大樓的話呢 辦公室也還沒有開始用喔 好 所以其實事實上 在模板工程階段的Life Law 其實就是講的這個施工代重 那在這個時候呢 因為你在灌注混凝土的時候 混凝土它的強度其實是怎樣 它一直在成長 它一直在經過這個混凝土 它這個水化作用的這個過程 混凝土它的結構強度一直在逐漸的成熟當中 所以如果說在這個時候呢 它自己本身的自重 就是自重是怎樣 持續24小時的 好 那施工載重呢 是不一定的 那當然可以看得到啊 就是說一個正在成長的東西 你假如說 D跟L哪一個對它影響比較大 當然在這個時候是對它影響比較大 就是說 因為你24小時都會承受自己 承受這個靜宅重 所以說 怎麼樣呢 你去看一下 如果說 火載重不大於靜宅重 火載重不大於靜宅重 其實坦白講 火載重不大於靜宅重 就是靜宅重大於火載重 但是我認為 這樣背比較好 如果說你的這個自重 這個比較低 火載重不大於靜宅重 就是自重比較大 那你是怎樣呢 你就是比較需要被保護 那你就記一下 就是說 底板呢 就是有14天跟21天 都記最長的 然後呢 你記得L大於6 就是它這個垮距 它這個垮距 大於6公尺 6公尺以上 都記最大的就好了啦 哪可能每個都記起來 不可能的事情 然後呢 這個旁邊的就是12個小時 這就是猜模 猜模的這個時間表 那 所以就是說 呃 我們繼續在 喔對 還有一個 那在猜模的時候呢 其實 這個考題有考過 還有 猜模之後 其實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 有些狀況會有一個東西 叫再撐 再撐 那再撐是什麼呢 大家看一下23頁齁 4.8 就是說如果需要 需要使用再撐的話 它必須事先計畫並報請何可 那請問是誰何可 當然就是 這個如果說你是營造廠 要經誰何可 當然是監造何可 還有什麼主辦機關 要何可 那再撐是什麼意思呢 再撐就是說 你這個模板已經拆下來了 比方說 這個 我這個模板本來是這樣子齁 然後呢 你灌這個混凝土 灌 灌一灌 這樣可以嗎齁 灌一灌灌一灌 然後呢 最後你拆模了 你去拆模了 拆模之後會變怎樣 拆模之後當然就是只剩混凝土啦 就只剩這個啦 對不對 那 你拆模之後 沒有模板的保護之後呢 有的時候它會講再撐 那這個時候是什麼呢 那可能就是再撐嘛 把它去做個 再撐 好 再撐一下 再撐一下 其實 我這個也沒畫完啦 模板這個 它下面都有支撐的 那 拆了之後再撐 那 再撐有 有幾個點齁 就是說 為什麼它會需要這個再撐的東西 那這個時候其實 你又可以再掛個塑袋 預照結構混凝土違反 那它有兩個東西啦 就是說 再撐就是說 這個模板拆下來之後 然後你又再給這個結構 再回撐 一個施工的技術 那它目的有什麼呢 目的有兩個 第一個是什麼呢 希望模板能夠加速利用 如果說 它自己本身的強度還沒真的完全長成 那如果說 我模板也可以拆下來 用再撐就可以解決 那是不是我拆下來這幾塊模板啊 好 我這一塊模板 對不對 我就可以怎樣 我就再拿去灌別的混凝土了 這個這個就空出來了 再拿去做別的地方 這是第一個跟模板利用的效率有關係 那第二個是什麼呢 跟這個施工載重有關係 好 因為你這個 撐一拿掉了之後 它其實混凝土就完全承受之重嘛 好 你這個一拿掉之後 本來 就是以這裡來講 本來你這裡都還有撐嘛 對不對 如果說 你把它怎麼樣呢 拿掉了 那會怎樣 就是它就自己 它就 這個量要靠自己去承受自己的載重 那 有的時候啦 它為了施工載重的什麼 平均分佈 為了施工載重的安全的分佈 它會怎樣 它就會再支撐 好那其實講到這裡 我覺得其實就可以了 好 所以說今天假如說考試考 拆模因注意事項 其實這已經包含兩個考題了 第一個是考什麼 考再撐 第二個是考什麼 考拆模 那大家呢 如果你準備時間夠了 第一個就講說 依照什麼 結構混凝土施工規範 然後有幾個關鍵字 按計畫 不要 不至於強度不足 然後也造成受損 然後記得 有底板 跟側板 有底板 跟側板 你甚至還可以把圖畫在旁邊 底板跟側板 然後底板 跟側板 其實他們都有什麼呢 拆除的這個時間 一個12小時 一個14天 或21天 不一定 然後 再來呢 就是說 Check一下 拆除時候的混凝土的強度 Check 拆除時 你要去Check Check什麼 Check強度 然後這個時候結構分析大於70%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就是你要去記時間 那時間都在後面那邊了 然後再來呢 就是你要記一個再撐 好 要記一個再撐 然後再撐是怎麼樣呢 再撐跟兩個有關 一個如果你考慮到模板的利用 如果你講 考慮到呢 什麼施工的這個載重 好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考慮再撐的這個情形 都可以 好 冷靜 這樣 十 有 從